大日如来是法身 法身是长级光 我们知道长级光 是一切法的本体 用哲学的名词来讲本体 它们有一切现象 能吸引一切现象 每一个菩萨修行到最后成佛 都是回归长级光 现在科学家所说的 统统归到零 整个宇宙从零开始 最后还归到零 叫零极限 在科学的名词 零极限就是佛家将的自信 法心 真心 长级光 长级光三个字形容 真心的样子 真心是什么样子 长是不生不迷 即是不动不由 就是自信本定 所以一定要知道 真心是定的 忘心是动的 定能生万法 动能改变一切法 所以大经上佛书 这一切法 是新鲜 十变 摄法界一真状 也怎么来的 摄法界一真状 是新鲜的 产生这么多变化 是十变的 十变 就是佛长家的 一切法从新相似 那么新相通通放下了 不想了 不想就归零了 就成佛了 回归到旧今圆满 那就是长级光 光 如光明 变照的意思 一切时 一切处 它都存在 那么这个光 我们肉眼看不见 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的肉眼 能力很有限 宇宙之中 许许多多的光波 我们肉眼 只能看到 这一段 比这一段长的 光波看不见 比这一段光波 短的 也看不见 比如 X光 这被人发现 用仪器 能够把它捕捉到 紫外光 我们肉眼 也看不见 你是有多少光 无量不变 怎么知道 观景里面 佛给我们介绍 阿弥陀佛的 宝神 说阿弥陀佛的宝神 神有 无量相 经上讲的 八万四千相 八万四千 不代表数字 代表无量 代表无量 身有无量相 每一个相 有无量好 每一个好 放无量光 每一个光 里面有 佛菩萨 在做 佛寺 佛寺就是 讲经 教训 你都能够见得到 所以 在佛一个身相当中 整个宇宙的活动 全在里面 你全看到了 所以按照佛家来讲 宇宙之间的光 是无量的 无量的这个光波 我们只能看到一种 其中的一种 那么怎样才能恢复呢 小弟 我们的迷了自信 迷了自信 变成阿赖也 阿赖也是波动现象 跟他这个波动相应的 我们看得清 跟他这个波动不相应的 我们完全看不懂 定 是恢复 六根能量 唯一的好方法 佛修定 在中国的道也修定 我们细细就观察 世界上这些大的宗教 都着重定 注重心地 亲近 这个 道理 佛将得清楚 无论 什么法门 都要遵守这个愿词 戒定 会 因戒 你才能得定 不持戒 不能得定 因丁开会 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 什么样的光波 全都能看见 你看到这个世界 就变不一样了 你全看到了 阿密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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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